以近日疯狂分享相信是他所拥有保菲利比普里轿车的照片,才另取多了知道保菲利是在大马制造的豪华手工车,保菲。 利是一家专门生产世界顶级超豪华车的汽车制造商,由美国人在30年代创立,后来由澳洲的黎巴嫩伊库利三兄弟,及安东尼、乔治和格里所拥有,他们于1998年把业务转移到吉隆坡甲洞。 被指示马哈迪拥有的保菲利轿车车牌号码是PATRIOT2020,这日内瓦品牌的保菲利汽车据说身价不菲,高达数百万令吉。 社交媒体疯狂分享的车牌号码PATRIOT2020保菲利豪华轿车的照片,据说这是马哈迪拥有的。 敦马任保腾顾问时获赠使用马哈迪的秘书苏菲寿询问时说,这辆车是马哈迪担任保腾顾问时送给他使用的。 但他表示,他不知道车子是注册在谁的名下。 纯手工打造售价50万起跳保菲利全车以100%纯手工打造,配以最上层的皮革和最精致的材料,并采用轻质高强度碳纤维和凯夫拉尔纤维。 每辆保菲利汽车都是按照订单的指定要求,而特别为买家精心打造,完美地柔和了线。 带科技与经典设计,它代表着美丽、独特、神奇、独创、浪漫和不可抗拒的魅力。 一些客户为了拥有一辆保菲利汽车,心甘情愿等待近两年时间,其售价从50万令吉起跳。 但这个品牌有趣的是,它的总部设在吉隆坡甲洞。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甲洞的保菲利工厂每年安装约300辆车,拥有108名才华横溢的专业人员。 每辆车适用传统技术生产,制造过程共有25个步骤。 文章来源,新周日报。 文章